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请欣赏雷人往事 同志 我想买本书 你想买什么书啊 最好是刺激一些的 里面没有凶杀 却暗藏杀机 没有爱情 却爱恨难舍 没有侦探 却实施警惕 那建议您买一本中国股市行情吧 我们应该上出要求 请问幸福婚姻生活这本书在哪里啊 在幻想小说类第一排 幻想小说类 你们书店书籍分类有点问题吧 这幸福婚姻生活怎么会在幻想小说类啊 分类没错 因为幸福生活现实生活中没有 得去幻想小说里去找 都是有点道理 诶 那夫妻相处之道 是不是也在幻想小说类 没有 在乌打小说类第二排 那你们书店这么分类 这吓得人都不敢结婚了 那我还想买一本购房指南 这本书是在 精神病类第八排 我刚刚考上公务员 想买本书啊 禁凶 提高提高 你这里有没有关于公务员如何禁声 和被提拔之类的书啊 有 在司法犯罪内 最后一排 胡锦涛 胡锦涛和其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领导人 陆续抵达秘鲁国防部会议中心 受到东道主秘鲁总统加西亚的迎接 哎我说老王 你这么讨厌共产党 你怎么还天天看着西文联播呀 你看这个时间 看别的有吗 再说啊 我这是批判性的看 批判性的看 这个看西文联播呀 你得用脑子 你看看咱就说这个 新闻联播头十分钟吧 你能看出什么门道来吗 这头十分钟 不是都是中央领导的新闻吗 无非就是告咱老百姓 他们天天都怎么忙 你看看上当了吧 这些新闻联播就是让老百姓看到这些 领导怎么忙呀 领导怎么关心群众了 可我看到的 比你看到的深刻多了 那你倒是看出什么门道来了 我啊 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活动特点呢 总结出来他们都有三宝 三宝 我只听说过东北特产有三宝 人参 鹿绒 污了草 这怎么每个中央领导也有三宝 你说的是特产 我说的是特点 我说你听听啊 先说胡锦涛吧 胡锦涛有三宝 出访开会全代表 方家宝呢 您师流泪到处跑 那吴邦国呢 这吴邦国有三宝 鼓掌通过预算好 甲青为虎三宝 统战团结 不信教 这李长川也有三宝 这李长川我可知道 封网通稿不报导 好 你看 你经我这么一点播呀 你现在也能批判性的看新闻联播了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党和国家 哟 怎么了你 我看新闻联播最大的快乐 就是看到这样的新闻 不仅真实 对我来说 这是陈世间最动静的声音 也是咱们中国老百姓 顽强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快点快点快点 这就是孟江女庙 走 咱们进去看看 这位把长城都哭倒的孟江女 走 你们说这孟江女得有多少眼泪呀 十三亿人都没哭倒的墙 被她一个人给哭倒了 真是女中豪杰呀 谁把墙哭倒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呀 两耳不闻窗外事 就照读死书 当然不知道了 小猪 要不你给她讲讲 这孟江女吧 从小就聪明可爱 可是不幸生在农村 没钱上学 所以长大就嫁给了一个农民工 生活非常艰苦 有一年 她丈夫来河北这儿当建筑工人 不幸 工程塌方 她就被打死了 孟江女来要求赔偿 可是包公头不给 她就起诉到法院 没想到法院的院长就是包公头她爹 可想而知 但是 孟江女不但败诉 还被打成了残疾 有这事 那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孟江女只好去上访 从山东一次次到河北 当局也一次次抓她 还把她关进精神病院 为她吃药 最后她终于逃了出来 那她干啥不上网呢 上网可以发帖呀 是啊 她最后终于学会了上网 就在网上求助 可是她发的帖子 马上就被屏蔽 被删除 只要当时她不会翻墙 那天只能坐在墙下哭 这不就把墙给哭倒了 原来墙是这么哭倒的 诶 不对呀 你们说是哪个墙 海水潮潮潮潮 诶 这对脸挺怪的 应该怎么读 海水潮 潮潮潮 潮潮潮落 这边是 浮云掌 常常掌 常掌 这常常常掌 谁知道什么时候念常 什么时候念掌 诶 说起这掌呀 我倒想起一个上联 也有好多掌子 你们听这上联是 房价掌 地价掌 油价掌 电价掌 水价掌 梁价掌 肉价掌 蛋价掌 菜价掌 药价掌 这也掌 那也掌 怎一个掌子了得 掌啊 还掌 我知道 这下联是 上学男 参军男 旧业男 满房男 租房男 自由男 结婚男 育儿男 旧衣男 养老男 男也男 女也男 看世间 男字当头 男上加男 教伯 你给加一个横批吧 嗯 横批是 活在中国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大陆新闻解释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 那这个 这个 是 这个 疫情 있지만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